共同敵人 我们聚在一起能做出什么事 好好展现给黄智纳跟高恩组看 周一至周五晚间6到8点 中天娱乐台闺蜜的背叛 好早上的8点钟早安 各位观众朋友 感谢大家持续锁定在中天频道上面 参加我们第三个小时的中天晨报 但是这个小时 我们是有子评的 所以麻烦帮我双开 麻烦也移驾到子评来帮我 叫做按赞分享 然后订阅 有没有很专业 我的网友上面都很专业 说风小姐早安加油 接凡早安 接凡早安 我来了 好看到你们了 好多的帆船 谢谢你们 赶快喔 现在人数还不够 赶快帮我这个按赞分享 让大家一起来子评 那等一下9点钟 还有马德 我想应该大家很多话想跟马德讲 好远他最近又 又 我也很想跟他聊一聊了 好谢谢大家 请大家持续的支持我们 当然还是要来关心重要的新闻了 来看今天的早报头版头条 中国时报 即日前暂停了台湾的学产品进口之后 大陆的海关总署在9号又新赠了一批台湾产品暂停进口的名单 当中包括了金门高粱啦 台湾啤酒啦 金车的格马兰威士忌啦 还有黑松沙士 黑松沙士都不能去了 其中酒类就有11支 那行政院也指出政府从去年10月开始已经陆续协助输入食品企业 提交了3232件的补件资料 目前还有2409件被列为注册不合格 但是对方并没有告知理由 这个比例高达了74.5% 差不多7成5 同时呢 这个产品类别又以糖果饼干饮料水产品三类受影响最大 所以呢 我方希望大陆明确说明申请未过的原因 并且取消对台湾的不公平歧视待遇 另外再来看到的 这个是联合报的头版头条 大陆的海关总署是以注册讯息不完全为由 又暂停了一批台湾的食品进口 刚刚我提到了包括有酒啊 包括有些糖果饼干 那根据统计呢 台湾登记 销到大陆的产品当中 被禁止的比例已经高达了7成5 府院昨天都强调要跟大陆沟通 不过重点是现在你要怎么沟通啊 两岸的关系这么差 此外也有大陆的台商指出 目前状况很混乱 他们在大陆的台商也听说 接下来这个星期 还会有更多的产品被禁 让大家也很担心 毕竟要过年了 那这么多的人气商品 突然被挡下来了 是不是有一些不寻常的意味呢 总统府的发言人张敦涵就说 近日中国大陆 频频以行政注册为手段 造成台湾产品出口 说到中国大陆的阻碍 这个是无助于两岸贸易正常往来的 政府表达严正的关切 也启动了因应措施 与相关单位持续沟通 并且协助相关业者来做这个申请 大陆对台出口动作频频 这次是具高度指标意义的台皮 金门勾梁 金车 格马兰 威士忌等产品 12月9日起遭暂停进口 对4月份 8月份都陆续有要求一些文件的更新 台北发出声明 今年1月初取得合格编号 大陆已在华注册编号标示 规定不具体理由阻挡 8月要求补件 只说登记不完全 台皮12月约130万元订单 全数暂停出口 其实打开大陆海关总署官网 不止酒类知名台制饮料 黑松维他路通一 泰山等都遭禁 目前泰山金车格马兰威士忌 表示了解中黑松沙士业者未接电话 究竟原因为何 食药署表示大陆回函 台制酒水饮品 递交申请465件 完成入册119件 需要补件有346件 但未压上期限 遭禁止销路冲击恐怕不小 因为根据财政部统计 去年出口到大陆香港 饮料酒类等约3.37亿美元 换存下来一年新台币百亿元 有台商表示台登记销路 3232个项目仅剩不到800个 是有效进口 涵下周被暂停进口更多 也引起台商们的恐慌 一个就是影响投资人的信心 饮料厂绝对有非常大的影响 政府挂保证会与路方沟通 帮忙受影响的业者 但若总是喊喊口号 没有实际作为产业冲击 扩大民怨沸腾 好 有的时候想想遇到这种状况 如果是国民党执政 或是亲民党执政会比较好吗 昨天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受访 被问到这个相关问题的时候 他就说了 这件事情其实绝对不是突如其来的 政府应该要事先掌握相关的讯息 然后该怎么处理就赶快处理 人民的小事是政府的大事 这是宋楚瑜的说法 那新美市长侯友宇也说 政府是有责任来帮助经济产业 不要断掉 永续的走下去 所以呼吁政府真的要好好协助 这一次所有受到影响的业者 来渡过难关 好 接下来我们看最新的一个意外消息 在今天凌晨 新北板桥的新美市农会酒楼 突然发生了火警 疑似是电线走火酿货的 另外再稍早一点 昨天半夜的时候 瑞芳的景分局 地下室竟然也传出火警了 警消出动大批人力紧急灭火 这些详细的状况 连线给我们的记者王韵婷 市值主播放眼望去大楼前 聚集了大批消防人员 拉起水线穿上装备 全副武装准备灭火 不过自信一看这里竟然是瑞芳分局 警察局在10号晚间 不明原因突然起火燃烧 直击警局内部全部都布满了浓烟 消防人员紧急装起巨大排风机持续排烟 在本分局地下室一楼 接过自动火警警报广播 经同人察觉有黑烟 自本分局侦察队地下室冒出为下楼查看 所幸一发现火灾警局内就实时疏散 目前无人伤亡 不过详细起火原因还有的警方调查理清 另外在板桥11号凌晨4点多 新北市农会酒楼突然惊喘火警 大楼内人员闻到烟味赶紧报警 警校部多条水线紧急灭火 燃烧面积约0.1平方公尺 初不了解疑似是因为电线走火才会念火 不过详细起火原因还有的警方调查理清 遇上最新主播 好谢谢韵婷赶快来关心这个世界杯足球赛 因为我之前一开始就预测会有英法大战 结果我预测对了是有英法大战 但是我支持英格兰输给法国了 这个比赛在今天凌晨刚刚结束 法国队是先靠着这个猪瓦梅尼 在第17分钟的时候 其实开赛没多久 他就率先尝射进球了 那英格兰后来是靠着队长肯恩 在第54分钟的时候 有一个12码罚球追平 两队是1比1了 这时候法国的球王36岁的老将吉鲁 在第78分钟头锤破网 帮助法国2比1气走了英格兰 这也是法国队史上第7次 闯进世界杯的四强赛 15号凌晨3点就要跟摩洛哥 来争抢冠军赛的门票 未免之路持续往前推进当中 法国会不会破了这个魔咒呢 在稍早之前的一场比赛 这是葡萄牙碰上了本届的士族大黑马 摩洛哥 这个葡萄牙因为他们的明星球员 C罗表现不是很好 所以呢再次坐板凳 后来才替补上场的 那摩洛哥是在第42分钟的时候呢 靠着这个恩内C里 然后呢他头锤破网先持得点 然后之后两队就再也没有得分了 中场呢摩洛哥1比0 踢走了葡萄牙 C罗也要打包回家了 而这个摩洛哥真的是创下大惊奇了 他是这个非洲还有阿拉伯世界第一支 就等于说进入四强 这么多年来第一支非洲的国家 阿拉伯世界的国家 踢进四强的球队 而接下来的四强赛 势必是精彩可情 好再带大家来看到的 是新北市三重区的光荣国校 从2018年开始 老旧的校舍新建工程 在昨天10号举行了 新建校舍落成的启用典礼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到场祝贺 新教室啊除了这个有设置 所谓的智慧教室 能够营造丰富生态的空间之外 更是在校园当中设立了 七项公共艺术品 行宿学校要成为一个科技艺术校园 光荣国小举行新建校舍 落成启用典礼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亲自到场祝贺 现场开心和小朋友合照 三二一请启用 原有校舍老旧使用长达47年 仅绿离子减定为海沙屋 新北市政府耗时四年 投入超过12亿预算 打造地下两层停车场及地上三层行校舍 除了建制智慧教室 营造丰富生态空间外 更在校园中设立七项公共艺术品 三重地区的校舍整建 一千一千年开 我们大概这十年大概花了三十亿 在三重改建跟现前的校舍 他广播小大概花了最多的 12亿超感动 校长我今天要特别说一层现前的校舍 你比较最高的 所以这该店都严重的 搞得好地怕起来不怕 其中最吸睛的公共艺术主视觉 就是这颗网球拍外形化为俏皮的毛毛虫 穿梭于校园 让学校成为科技艺术之地 全新校舍除了拥有设备完善的教室 永续多样性的生态员 风雨超长 以及可以公益三千人的午餐厨房等 彻底展现校舍规划的前瞻 三重的改变不是我们自己知道的 国际人士连日本他是三重线 他对外星三重 他都知道三重改变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保持一些工作 我还是在这里努力 校园尽量在 能够开放给周遭的设计使用 大家一起使用 这东西是大家的 大家不要妨碍学校的教学维员者 安全维员者 可以尽量开放给周遭的福祉的机民来使用 这样大家可以融合在一起 新北市政府全面升级校园运动及学习环境 四年期间投入超过200亿经费 优化教育环境 展现新北实践 美感补强生态永续 三大面向的整建成果 介白米奇戴峻与新北采访报道 好 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是我很喜欢的 就是我们中天有 Keep going 这个2023银像解封年的纪念口罩 因为是限量的 特别是这个 这个中天粉 是我最喜欢的 然后呢 大家现在可以去我们的快点购物上面买 因为它是限量的 这个卖完就没有了 而且你买的时候还会送你一个这样的一个孔罩的这个封套 所以在你不用的时候把它放在里面 可以保持它的卫生 是不是很棒 这设计真的很棒 所以大家赶快上快点购来抢购 不然一下就卖完了 最近大家天气变冷了 所以就开始要吃一些补的 有些人喜欢吃麻油鸡 但是读物科的护理师 谭敦慈就提醒了说 炒鸡肉的时候不要用麻油 因为麻油的起烟点很低 一冒烟的话 就全部都是有毒物质了 另外在清洗鸡肉的时候呢 也要切记 不要直接用水冲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那个沙门氏菌就会喷溅的到处都是 油油亮亮的土鸡肉淋上麻油高汤 热乎乎一碗冒着白烟 天冷吃一碗最舒服 但制作的过程可要注意 麻油加热冒白烟 老姜下去爆香 接着放进鸡肉翻炒 护理师谭敦慈说 这种制作过程让他完全不敢吃 麻油其实它的起烟点比较低 可以选择这个起烟点比较高的 像这个苦茶油 可以先拿来扁姜 因为油只要一冒烟 就会产生有毒物质 除此之外 谭敦慈警告 只要有烧焦烤焦的部分 通通是致癌物质 开火就一定要开抽油烟机 烹调尽量采湿式烹调 另外可以把蒜头或姜 用小火多加一点油 先抱起来用罐子装好 下一次加入就有爆香的味道 另外鸡肉买回来清洗也要注意 水龙头一开鸡肉 拿在底下冲干净 其实这个动作大错特错 当我们在清洗肌肉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因为水的一个喷溅 美国食药局指出 肌肉内层达到73.9度 才能杀死细菌 谭敦慈建议 买回来的肌肉 可以先放在冷水当中 慢慢烧开 煮沸再洗 煮熟高温能杀掉 沙门氏菌 才不容易引发食物中毒 记者余上嫌王一仲 台北报道 好说到水是生命之源 我们每天生活当中 都一定会用到水 因为要喝要洗嘛 那甚至呢 包括这个水的协助运用 以懂水更懂家的全球品牌 他现在就推出了 可以精准控制温度 也能够节能的太阳能热水器 还有UV顺热饮水机 希望能够用最高 最完美的产品和服务 为消费者提供最健康 最完善的用水体验 用水龙头流出来的水 清洗蔬果 是我们每天都会做 再平常不过的事 不过你确定你用的水 够干净够健康吗 以懂水更懂家 作为品牌理念 同时有超过一亿个 家庭使用的国际品牌 推出了结合加热功能的净水器 内建智能冲洗滤芯功能 确保水值洁净 喝得更安心 UV顺热机它 我们采用220伏的电 主要是我增加我的功率 增加功率就可以增加我的出水量 以及瞬间达到我想要的温度 99度 以及它没有任何的储存水箱 不会有储存保温的耗电的问题 我们壁挂式的方式 管线都可以隐藏在后面跟下方 这样可以让我的出水使用都很方便 如果今天我在洗碗洗菜洗蔬果的时候 如果我手湿湿的 我一样可以去触控我这些液晶荧幕 它都可以正常的发挥使用 为了秉除传统太阳能热水器容易产生水垢的问题 业者也推出使用真空冷煤管来吸收太阳 雨水和空气中的热能的燃气热水器 第一个就是有水伺服器的马达 让它可以更精准的控温 以及我们这次的分段火牌 告别以往只有三段 我们这次是五段的分段火牌 那搭配这两个功能可以精准控温到0.1度 那以及第三个特色就是我们有一个UV杀菌 让可以提高我们的沐浴体验 有别于以往的太阳能热水器是走水路运作 会有一些水垢的产生 那我们现在是走冷煤循环 那我们放在户外提高我们冷煤的温度的时候 就可以增加我的热效率 不但能精准控温到0.1度 还有UV紫外线杀菌功能 更守护了全家人的用水健康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 好 回到政治新闻焦点 民进党难道现在要开始茶壶内的风暴吗 党内要大乱斗了吗 民进党9号的败选检讨小组会议第一次召开了 但是党中央在会后的新闻稿内容据说是一点重点都没有 也让很多资深立委不满 立委刘世芳昨天开了第一枪 他说大家到这个中央党部去开会 难道只是摸摸头吗 他也点出说身为母鸡的一些县市长候选人 是选择性的帮小鸭市议员来复选 导致这个市长跟议员通通没选上两败俱伤 就问题一大堆是不是茶壶内的风暴呢 民进党选举大败内阁改组声浪不断 王世坚大炮开轰行政长苏贞昌要他下台 更喊话灰灰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除了他最爱的撞球杆 苏贞昌一听是这样回应 总统特别交代要稳定政局开创新局 传出苏贞昌近日密集约见自家即将卸任的县市长 其中陷入论文抄袭被撤销学位的郑文灿 可能是苏葵的副首人选 我们讨论的是在选举的一些看法 没有讨论人士问题 身为民进党败选检讨小组召集人的郑文灿 召开完首次检讨会议 但党内立委却提出质疑 认为检讨报告没看到重点 包括放任会选案评传 以及重北侵南的辅选等等 都是败选的关键 民进党俨然掀起茶壶内风暴 绿军败选后陷入权力大内斗 但百姓更想知道是否真能痛定思痛 否则苦日子只能一直过下去 最新的国际新闻焦点 美国知名的体育记者华尔 在卡达报导世界杯足球赛 结果疑似心脏病发作猝死 他的家属还有美国足球协会 已经证实他的死讯 不过他的哥哥说 弟弟在卡达曾经受到了死亡威胁 之一他是遭到谋杀 因为华尔呢11月的时候 曾经身穿彩虹上衣去看比赛 来力挺这个人权 结果被卡达的维安人员短暂拘留 也上了新闻版面 所以他的哥认为华尔生前健康 死因真的很不单纯 想要宣泄压力 想要减肥 Ti 没错 这个你应该有听过吧 我有听过 对 他就是一个 多辣妹会做这个 没错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对 想要健身 你没有学生做到兔之类的 没有做到兔啦 其实不会 所以你可以自己控制小肚啦 想要认识运动 来去Trek in频道 周五晚间六点 周五身男女 寿别自赖俊凯带你一起动一动 提醒大家 冷空气今天又更强了 东北气风又更强了 所以今天比昨天 整体来讲是比较偏冷一些的 所以大家多喘一点 小心不要照亮 不要感冒了 好 我们来看看现在外面的气温 其实外面现在气温比较低的 还是在比较南部的空旷地区 像是嘉义台南这一带 这是辐射冷却效应造成的 至于台北 新竹 宜兰这些低温 你现在看到是17 18度 大概今天一整天就是这样的温度了 也不会大概再升上来了 因为又湿又冷的一个情况 温度大概要破20度的几率并不高 反而中南部现在是比较偏冷一点的状况 白天有一点阳光之后 还会比较舒适 比较温暖 提醒大家真的要特别的注意 这个星期会一波一波的冷空气下来 越来越冷 真的越来越有冬天的感觉了 我们来看地面天气图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冷高压 大陆的冷高压不断的持续在南伊当中了 所以冷空气一波波下来 居住现在在大陆的北方 已经开始就是非常非常的寒冷了 那真的冷空气逐渐下来之后来到台湾 所以台湾一波一波进来的冷空气 也会让台湾觉得越来越冷 尤其是北部跟东部 因为附近有水气的关系 所以是下雨的那种冷 我刚刚看网友说 他说已经下了三个礼拜的雨 他人已经要发霉了 他的衣服都没有干 真的好讨厌喔 但是这个又湿又冷的状况 目前看起来可能还会再持续一个星期 大家还是要继续的忍耐 那还有就是强风的部分 因为东北季风持续的增强了 所以整个西半部地区 还有东南部以及外岛 要注意可能会有一些9到11级的强震风 特别是在沿海空旷地区 那今天是大雨特报加上陆上强风特报 好双特报一起发 大雨的部分呢 最主要还是以基隆北海岸 宜兰以及双北地区 特别是双北地区的山区 可能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 提醒大家好 这雨已经下了好几天了 山区的土石可能不是太稳定 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也就是在这种天气情况底下呢 建议大家山区海边就尽可能的避免 大家可以看到 菲律宾旁边有一个TD 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它有可能会青春台风 但是对于台湾来讲 暂时没有影响 我们先把它放旁边 我们要先关心上面的冷空气 我们来看看今天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 今天台北就16到18度 90%的降雨几率 就是我说的啊 整天又湿又冷 新竹也是17 18度 60%的降雨机会 宜兰17 18度 90%的降雨机会 花莲也有大概一些局部的下雨 有一半的几率 但是也是有机会 稍微天气可能好转一点的时候 就会有阳光 台东的天气状况还算不错 至于台中与南都是呢 出太阳的好天气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温差大 但是你也可以发现 台中今天的高温23度 比昨天的这个26度 降了大概3度左右 高雄也降了2 3度 这个高雄降了2 3度 嘉义也降了2 3度 所以白天呢 会比昨天来讲会有凉一点 提醒大家怕冷的人要注意 外岛当然都是冷嗖嗖的 这个星期大家把厚重的衣物要拿出来了 还有棉被 还有一些保暖的措施 但是请注意 一定要注意安全 特别是如果你有使用这个电暖器的话 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 最后我们看天气走势 这个星期呢 一天比一天冷 那冷的方式呢 是怎么样呢 首先我们来看 从今天开始 我刚刚提到今天比较比较长的冷空气下来了 所以今天大概一直到明天到星期二 北部东北部都是湿湿冷冷的 阴风面的降雨下不停 刚有人说快发霉了 那没办法 不好意思 还会继续下下去 真的连我也要发霉了 快受不了了 都没有办法 这个出门去好好运动一下了 中南部呢 稍微也降温了一些 那日夜温差还是比较偏大的 再来星期三开始呢 又有一 东北平方又更强了 更强的冷空气下来了 中部以北温度还会再往下掉一些些 可能大概就16 17度 那整个其他各地也会变冷 那北部东部还在下雨 持续发霉 那到了星期六 这个目前看起来可能会有一波 真的蛮强的冷空气下来 有专家说会有到冷气团的程度 但会不会呢 目前西上局态度还是蛮保守的啦 说还是要观察啦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它的这一波冷空气 确实是入东以来最冷的 像是本岛的平地低温 大概就是15度 甚至是有机会来到更低的温度 那如果是在山上的话 可能就更低了 可能就只剩下各位数字了 所以接下来这个天气变冷的状况 提醒大家特别的留意 有人说那到星期六之后更冷 会不会有下雪的一个状况 要开始追雪 那如果你有这个计划的话 请你持续观察天气的状况 那你要去追雪的话 更重要的就是也是安全的问题 好你的安全设备一定要做好了 我们要来关心的是 这个极端气候发威 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 这两天豪雨不断 洪水泛来成灾 车辆都泡在水里面了 造成了部分街道被迫封闭 甚至气象单位对里斯本市 也发布了最高等级的红色警戒 这墙水灾现在已经造成 至少一个人死亡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洪水泛滥成灾 一辆车被洪水冲到另一台车上 多辆轿车成了泡水车 车子随迫逐流 里斯本的街道成大型泡水灾难现场 开车简直像开船 更有驾驶爬到车顶等待救援 大水灌进人形地下道 简直就像小海啸 出现浪来了的景象 民众只能涉水而过 地铁口同样也很惨 水不断冲进就像瀑布 让人进退不得 卖场也出现水连洞 机场也泡在水中多架搬机停飞 强风豪雨加上冰雹 有居民用末日来临形容这场洪灾 外媒报导这是2014年以来 里斯本最大一次洪灾 也是葡萄牙史上最为严重的 目前已有一人死亡 美国洛杉矶也出现惊险一幕 发生土石流 大块岩石碎片 从大约200英尺的高空坠落 一台皮卡车被土石淹没 一旁的救生员站也差点被波及 索性无人伤亡 而世界上最大的火火山 毛纳罗亚火山 上月底发生38年来首次喷发 虽然距离喷发超过10天 但熔岩仍持续涌出 快流到高速公路上 距离主干道仅2.9公里 当地官员告知民众 若熔岩开始流向人口稠密的地区 必须得准备撤离 记者综合报导 好还有其他更多的国际新闻焦点 赶快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特报主播 大家早晚首先关注世界杯消息 葡萄牙在台湾时间今天 也0比1不敌摩洛哥 无缘晋级卡达的世界杯四强 C罗的第五阶世界杯旅程 也划下了据点 这位葡萄牙的巨星赛后 忍不住落泪 就在裁判声音响起 表示比赛结束的瞬间 C罗他立刻跪在球场上 眼眶马上就红了 同时他也是第一个 离开球场的球员 媒体拍到他经过选手通道 走向休息室的时候 是以双手掩面落泪 另外对于C罗连学两场 都是后部板凳上场 葡萄牙的总教练桑托斯 他在赛后的时候表示 他不后悔 没有让C罗先发的决定 C罗今年37岁 他从2003年加入了国家队 加上今天已经代表葡萄牙 一共出赛196场 踢进118球 他在世界杯出赛22场 踢进了8球 不过这8球都是在小组赛踢进 并没有在淘汰赛的阶段 进过球 是他非常遗憾的记录 接着关注的国际消息 是乌克兰当局今天表示 俄罗斯利用伊朗制的无人机 攻击了奥德赛两处的能源设施 导致当地除了基本的供电设备以外 所有的住户都已经遭到了断电 周边的地区也都受到影响 多达150万人是得面临无电可用的酒精 乌克兰的武装部队表示 乌军派出15架的搭载火药的无人机 攻击了南部地区的目标 其中就有10架是被击落 其实俄罗斯战争从2月延烧到现在 俄军从今年10月以来 就不断的瞄准乌克兰的能源设施进行猛攻 而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他似乎也还没有打算要收手 根据CNN报导 普丁在前几天的时候警告 核战的威胁正在升高之后 普丁这个礼拜已经第二次的表示 俄国可能不会改变 率先在冲突中使用核武的军事方针 对此除了北约的秘书长 他表示了忧心认为如果战争失控 可能会演变成俄罗斯还有北约之间的战争 另外来自乌克兰俄罗斯 还有白俄罗斯的三名 2022年的诺贝尔的和平奖得主 今天他们在挪威发表得奖感言的时候 他们也痛批普丁入侵乌克兰 而且共同呼吁世界应该要继续 对抗普丁疯狂而罪恶的行动 不过根据路透报道 普丁他现在面对失利的情况 也逐渐将这九个多月以来的入侵 定调为捍卫俄罗斯 不受西方的制裁侵略的战斗 他9号的时候在一场的记者会上他感叹 2014年在俄罗斯法国 还有德国的斡旋之下 敲定的明斯克的停火协议 并没有落实 因此对西方国家的信任是荡然无存 这也使得乌克兰的问题更难解决 关于上今天另一项消息 是美国国务院今天宣布亚太助亲康达 他在11号和白宫的国安会官员 将访问大陆 南韩还有日本 而在访问期间呢 访大陆的期间 双方除了将延续上个月拜习会 有关管控美中竞争的谈话 也会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明年初访中的预作准备 北京在G20之后展开外交 让国际看见友好 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也才刚刚结束 在沙烏地阿拉伯的访问 根据沙国通信社报导 不仅外交大臣呢 他到首都送行 在访问的期间 习近平和沙国国王沙尔曼 还有王储穆罕默德会面 双方除了签署全面战略的伙伴协议 同意了两国一同加强能源 人工智慧 还有反恐等合作领域 而且还一起推动了 人民币购买石油的天然气 同时大陆外交部也证实 浙江义务已经和沙国 完成了第一笔的跨境人民币的支付作业 专家分析 两国合作也将逐渐削弱 美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改写全球的原版图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沙鲁地阿拉伯 9号出席中亚峰会海河会 谈定一连串经贸能源基础建设合作 更重要的是他提到大陆将努力推动 以人民币购买石油和天然气 中国将继续从海河会国家 持续大量进口原油 扩大进口液化天然气 加强油气上游开发 工程服务 除了能源之外 习近平这回在沙国签署 以系列多领域协议 包括双边投资 创新科技 航太太空 更要加强中沙之间的 语言和文化交流 而大陆外交部更证实 浙江义乌已经和沙国 完成第一笔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 人民币跨境支付的运用 对促进中亚贸易往来 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统计中国大陆的石油进口 在过去30年大幅增加 根据中国大陆海关总署的数据 沙国是2021年 中国大陆的第一大石油供应国 每年向中国大陆出口176万桶的石油 随着大陆推动 人民币购买石油天然气 也逐渐削弱 美元影响力改写全球能源版图 就在美沙关系因为人权能源政策和俄罗斯等等议题陷入冰点 中国大陆扩张在中东世界的影响力 而现在首开人民币支付买石油先例 恐怕美国在中东的势力会逐渐边缘化 教室张文字号报道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大陆禁止台湾的水产品输入 导致鱿鱼五载鱼等水产品大受影响 然后又禁止了台皮金门高粱等产品进口 专家炮红同样被要求业者要注册 日本去年就按部就班 依照大陆的这个新规定建制了新系统来辅导业者 反观蔡政府根本没有看到积极的作为 专家跟在野党立委批评 这根本就叫做放牛吃草 因为注册补件没通过 台湾水产品被全面禁止销往大陆 包含鱿鱼五载鱼秋刀鱼等水产品八号七被拘于门外 没想到九号大陆海关总组再宣布 禁止台皮金门高粱等产品输入 台湾一批接一批产品无法销往大陆 蔡政府却连原因都说不清 总统还大骂人家搞突袭 从去年四月到现在已经一年多过去了 没有做好又把责任推给中国大陆的话 这实在没有道理 网友炮轰这哪是突袭 大陆很早就颁布规定 别骂对方又想卖东西给对方是什么逻辑 给你时间处理没做事还敢说被突袭 各有人挖出一样是注册申请 日本去年四月就把大陆新规定翻译成日文 列出资讯还启动新版申请系统 逐步辅导业者做改善 以符合陆方所提的规范 对于日本外界质疑 我们的政府一路摆烂直到被告之不能出口 才在一一打电话 涂法炼钢 问业者要不要申请 专家炮轰政府到底在干嘛 业者补件其实也没那么容易 有很多的行政程序 补件不过的 为什么不过 你政府应该要非常积极的去处理它 我就搞不清楚 当时候宣布的时候 好像政府单位也不把它当成一回事 在党炮轰在政府执政下 两岸关系搞不好没沟通管道 连产品背禁都对百姓交代不轻 可文哲在点出这个关键 换句话说 现在是水产品跟酒类饮料背禁 但下个遭殃的又不知是哪个产业 最后苦的还是基层百姓的生计 记者江振平丽玄 SNG小组台北报道 针对这个中国大陆禁止的台湾 好多的产品进口理由 是因为登记注册不完全 所以农委会被骂到翻掉了 不过农委会的主委陈吉仲 还是有出来反击 他说他有积极辅导业者注册申请 也设立专线 有电话提供咨询 都有主动询问还举办说明会 只是到底我们农渔民 还有相关的食品业者 值不值得呢 甚至陈宁中他还有四点反驳 他说中国规定各国 向WTO要提出意见 然后他不合理的对待台湾 但是还是要配合他的规定 然后他又说中国没有告知 任何的理由为什么要暂停 然后他就说要持续降低 这个不友善市场的依赖 意思说说要把我们的东西 买到别的国家去 这个是农委会主委的说法 行政院的发言人罗秉承说 中国大陆对我们台湾是不公平 不友善的 因为只有我们必须要用纸本申请 其他的国家可以上网来填报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两岸之间 好像在网路上面是没有办法互通的 所以可能真的是必须要用纸本 所以行政院发言人士 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另外还有就是卫福部的说法 卫福部是说中方对于进口的货品 做注册管理 但是只有台湾的截止日期提早了一年 那注册不合格的话 理由就叫做以毒不回 所以他没有办法协助业者 我们的官员通通跳出来了 都跳出来说其实真的不是我们的问题 都是中国大陆的问题 但是网友有这么好骗吗 网友说不是 2021年的4月 对岸就已经说发公告通知了 这一年半算下来你什么都没有做 你欺骗老百姓 对岸是刻意无条件的封杀 真的很会骗 因为毕竟这一年半的时间 如果只是一个设立专线提供咨询的话 会不会做的事情太少了 因为日本早就已经把这件事情 他们的政府都已经安排好了 甚至我们还有看到这个很神的 这个是在FB上面 有这个粉丝专页就说了 来 谁产品输入中国这个问题 从好几年前就开始了 台湾本产鱼产品的主管机关 叫做鱼业鼠 农尔会重视谁产品输入中国吗 我们来看看鱼业鼠长这么重要的人物是谁 他帮你介绍一下鱼业鼠长是谁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应该也不认识他 来 他是中兴大学的园艺博士 园艺是跟农委有关系 但是他是鱼业鼠长 他叫做张志胜 他是园艺博士 然后他是国内知名的葡萄专家 葡萄专家 好 108年7月16号他上任鱼业鼠长 中间他曾经一度休息了三个月 网友就说 以往这国民党再烂 鱼业鼠长也是好歹也要放个 跟这个鱼业相关的技术官僚吧 至少鱼要怎么补你要知道 现在这个鱼业鼠长跟鱼业 没有相关背景跟资历 业界甚至还戏称说 从葡萄因为他是知名的葡萄专家 从葡萄管道海葡萄的男人 这就是我党面对水产输入中国解决的态度吗 找了一个葡萄专家来处理水产品 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 中间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真的可能真的只能问农委会了 只能问我们的农委会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被挡了2000多家的产品 2000多件的产品 唯一有一个厂商他注册成功了 他很低调 这是卫伊食品公司 他的董事长叫做谢清盈 非常不愿意接受访问 他说我们真的只是一间小小的工厂 没有任何特殊的关系 那到底我们是怎么注册成功的呢 你看人家连黑松沙士都没有办法过 但是你OK 原来他是照着流程走 他先去下载了一个官方表格 然后依照内容 工厂的所在地 他的品项原料设备 水流动向等等 所有上面列的问题都如实填写 然后就送件审查 然后他就过了如此而已 一个小小的工厂 只是按照流程走 他就可以这个 呃 申请合格 那其他的公司 是因为不知道要申请吗 如果真的不知道要申请 我们的政府 人家已经公告了一年半了 都没有通知吗 还是真的只是设立一个专线呢 好 等一下我们也来看看 日本会怎么样的处理 让日本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 那我们的这个农委会 可能还要继续再努力一下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来看日本是怎么做的 2023迎上解封年 中天原创品牌Keep Going 推出解封纪念版口罩 总共六款 一抹蓝 点点蓝 云端蓝 中天粉 天天天蓝 海水正蓝 拥有它当作别具意义的纪念收藏 在您需要戴口罩 保护健康的场合 它也能保护您 并能让您展现2023年 清新的个人风格 中天Keep Going 解封纪念版口罩 附有Keep Going口罩袋 方便您收藏或携带 限量上架 手刀要快 请上快点购 好 刚才提到 就是台湾的这些水产品食品呢 没有办法这个现在进到中国大陆了 因为人家在一年半之前 就已经改了相关的规定 而针对这个问题 日本早就已经积极的辅导业者注册 农委会现在说 它的水产是无预警遭到封杀 可是网红历史哥 他就公布了日本的一个文件来打脸说 日本政府早就在去年 就已经出手帮助他们的渔民了 而且还建立了新的一个系统 让他们的渔民可以来登记注册 相对台湾政府做了什么呢 他就痛批说从头到尾 这只是摆烂而已 好 再来我们要来关心的是 我们来听听看 刚刚最新的说法 这个是日本这一次 他们的时候有一个公号 这是日本的正式文件 大家可以看 虽然你看不懂日语 但你一定看得懂汉字 你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输入食品 海外制造企业登陆管理规定 于2021年3月12号开吹 到了2022年1月1号实施 2022年1月1号 请问今天2022年几月了 12月了 各位同学 我们已经11个月摆烂 真的就是摆烂两个字 然后不去辅导 跟他讲因为 刚好我们家里是做会计事务所 所以有帮忙这些渔民这些 就是做相关的生产一些经验 不管你是要输入到 输出到对岸 还是要输出到任何地方 比如输出到日本 日本对我们够友善了 比如说我们黑尾鱼很多 这个会比较高档 会输出到日本 他的那些表格 跟那些相关的要求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一般渔民他搞得懂 他一定是请专业的 来帮忙做代办 一定是要政府去做辅导 所以今天这个郭 很多人说那就是你渔民 你们自己不去处理 你怎么可以又把锅丢给政府呢 我觉得非常的恶劣 因为今天这就是政府的责任 你政府为什么到现在 完全不管这个 而且我必须讲 刚才我们不是秀了一张 蔡英文他这个写文吗 对不对 写这么短 你看他连图都懒得负了 这次没有图了 对没有图 而且才几行 1 2 3 4 5 他连图都懒得负了 他现在就一个西反社 我要告WTO 好我就讲你如果要告WTO 我刚刚也去蔡英文总统的脸书给他留言了 告WTO支持总统 怎样 向美国建议把WTO的上诉法官填满 抱歉你现在告WTO一点用都没有 第一个他符不符合 他人家是经过WTO才公告的 好就算让你告好了 让你成功胜诉好了 你就出审胜诉 你上诉的时候抱歉 没有法官 为什么 因为美国爸爸不给 那你要不要跟他讲一下 所以到处讲完听 到处就是放狗屁 这政府就除了会放狗屁还会干什么 到现在做了哪一件实事 然后我们讲 刚刚那个图卡对不对 有在于 加强外销 由于要协助加工转卖他国 就没有看到他说一个什么 看到他说一个就是 把现在的问题给解决 好 今天我们看农委会怎么讲的 农委会说对案又是突袭 他都不告诉我 为什么 很简单两岸断线 好 我们的网友阿东 阿东你好坏 他说原意的管水产 牙医的管防疫 厉害了我的党 甚至也有网友说 原来那个葡萄专家 难道他是用葡萄去喂鱼吗 大家都很会酸 总之要当一个官员 不论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官员的专业 真的很重要 所以准台北市长蒋万安 25号即将上任 他的小内阁名单 当然就是各界关注啦 明天他会公布第一波的人事 去了解说大家已经知道 川柏也就是前新北市 还有高雄市的副市长李四川 要继续当他的副市长之外呢 据说立委林奕华也会当另外一位副市长 但是如果林奕华在12月25号就职的话 那台北市的第六选区大安区立委又要补选了 这下真是选不完好 可能又要再找人来选 所以林奕华可能会等到明年2月1号 再宣誓就职 剩下立委的任期未满一年就不需要补选 那小内阁除了民政局长陈永德等人 原先传出台北市的环保局长刘明龙将会留任 但是最新的消息指出 好龙斌找来的是好龙斌时代的环保局长 吴胜忠来回锅担任环保局长一职 那另外呢也就是在立委补选的部分 刚刚我提到说真的还要再选好累 这个民进党的参选人吴一农提出了 松山机场签件的证件 结果被批是空话连连 然后他就搬出了新北市长侯友宜 还有刚刚的蒋万安来挡党箭牌 说他们两个人也都不反对 不过他的对手国民党的王鸿威就说 吴一农都没有做功课 这是一个军民两用的机场 不只是民用机场 还有军机还有总统专机都在这里 难道你不知道吗 是不是要去国防部补课一下 而且还不忘算他一句说 你去国防部上课 也好让部长邱国正认识你 吴一农是谁 距离北市第三选区立委 不选剩下不到一个月 蓝绿阵营周末一走 积极扫市场败票 吴一农抛出2030松崎签件 但蓝军炮轰空话连连 他却搬出这两位 新北市长侯友宜在2015年 就表态过支持松山机场的迁移 蒋万准市长也不反对 对手王鸿威批评 吴一农根本没做功课 他抛砰做得很漂亮 但是呢全部都没有提到 任何松山机场里面 军用机场的问题 是不是吴一农先生不知道 他是一个居民两用的机场 这不是一个基本常识吗 松基除了作为国内航行的主要机场 离岛病患后送北部的专用机场外 更重要的是作为总统行政专机起降 和紧急状况下国家元首的撤离机场 而美国爸爸也经常在这降落 这些吴一农有考量到吗 王鸿威不忘很酸 这句话 吴一农先生自诩是国安专家 是不是他也应该去跟邱国震部长去讨论一下 顺便呢让邱国震部长能够认识吴一农 但吴一农也不甘示弱这么说 不愿意签什么都是理由 愿意签到处都有方法 只不过吴一农参选以来状况百出 证件发表会上连这大忌都会犯 手机忘了关静音中段会议 还有讲到一半 似乎忘了我是谁我在哪里 好像是这个 我正要说这个 忘了看了直呼惨不忍睹 2020选立委的难道是吴一农的替身吗 跑红完全不专业 一开口就让人看破手脚 过去个人的魅力 那些农户好像现在不见 他的选情一般的人是没有看好的 吴一农这回选举发言长杰八 提出的证件被对手质疑朝空泛 就看选民们买不买单 记者要有林佩洁这句小组 台北采访报道 好 王洪威跟吴一农两个人呢 是你来我往 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吴芷家就说 如果蒋万安能够亲自出马 帮忙打选战 对于王洪威帮助是很大的 那现在就有媒体报导了 说蒋万安除了带着王洪威 去拜会地方的药角 因为毕竟蒋万安是之前 这个选区的立委 而且他也派出了 他选市长时的幕僚给王洪威 强化他扫街跟拜票的陆战能量 好 也提到了 刚刚两个人吵来吵去 有为了一个松山机场的一个问题 一度吴一农说 他愿意牺牲总统专机 来换给大家一个怎么样呢 美好的生活 但是说完这句话之后 媒体也报导完之后 他下午就发了一新闻稿说 他否认他有讲过这句话 他觉得媒体是不实报导 真的 真的是不实报导 你真的没有讲这句话吗 来 叶元之说他说谎 我们来看 首先来看当时的这个过程 其实他 吴一农不只是在回答媒体的问题 也回答当地民众的问题 这个资料来源是刚刚选上市议员的刘采薇 他的脸书 松山机场是军民两用机场 如果牵走的话 军用的方面你有什么建议吗 吴一农就说 我愿意牺牲总统的专机 来赢得大家更好的生活 这个我们就用一张一张截图来做 国内的专机 总统非国际还是要去桃园 这个采薇PO出了这个对话还原的过程 他是这样讲的 但是吴一农却在傍晚的时候 发了一新闻稿说 他真的没有讲这个话 他绝对不会牺牲总统专机的利益 叶元之新北市议员就说 我不知道他是受了什么压力 傍晚发新闻稿否认 他蔡英文这么疼爱吴一农 结果吴一农刚刚被提名 就批评蔡英文没收初选的做法 造成民进党九合一选举大败 现在又提出要牺牲总统的专机 蔡英文会不会觉得很后悔 以前这么疼吴一农 这个叶元之是这样酸他 叶元之说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发这个新闻稿否认 罗志强说什么呢 罗志强说 他看了这个过程之后 他觉得吴一农就是蔡英文的缩影 再怎么去包装 你也没有办法把空心变成实心 选民早就看穿民进党的骗术了 学者曲召祥也说 到了投票前的倒数时刻 民进党的危机感会越来越高 可能会激出基本盘来投票 所以国民党的支持者 如果不积极出门投票的话 这场选举可能还在未定之天 我们也来还原一下 昨天这整个事件的过程 到底吴一农有没有说出 他愿意牺牲总统专机 这一句话来 一起來听听看 就是可以拿这个证件去募款 很多建商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证件 如果可以过的话 他们已经想很久说 如果可以在那里做大型的都更的话 他们就可以有很多的利益 所以有人提出这样子的建议的时候 可能就可以募款给他 先讲一下周玉寇好了 周玉寇他陈时中他都可以了 那吴一农当然也可以 我也不会觉得很意外 因为感觉陈时中 在整体外型上面 我个人的审美观 觉得吴一农还是比较好一点 但我也没有觉得吴一农很帅 我是很客气的讲 不要随便批评别人外表 但是总之我觉得吴一农 他现在的问题是 他给人一种过于做作的感觉 比方说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会一直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动啊动去 然后会一直舔嘴唇 不晓为什么要一直舔嘴唇 然后会露出一个假笑 他的那个笑容是让人家觉得很奇怪 就你像那个时候记者明明就是问他说 那你认为蔡英文的2025非和家园能够实现吗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 他就笑着对他说 我还以为我是在跟王宏威的发言人说话 他虽然是笑的 但他的讲的话真的很不客气 那种笑容就让大家觉得说天哪吴一农好假好做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让大家觉得他跟以前 好像以前跟蒋万一一起选的时候 看不到这一面 但是现在全国都只看这场选举的时候 就发现原来吴一农跟我们想象的并不一样 就是他很喜欢去蹭一些画面 因为他可能自己觉得自己长得很帅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自恋的态度 让大家觉得就是非常的奇怪 像很多的媒体朋友都有分享过 就是他对人的态度 看到不同的人对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那比方说好了 曾经就有我们地方上面就有一个传闻是说 有一个议员带他去拜访一个里长 那我们拜访里长都是跟里长肯谈 比如说聊聊看说 那你们这边最近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 然后未来如果我做了立委 那我可以帮你们什么忙等等的 就是了解一下地方的情况 结果那个里长他们就也蛮兴奋的 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也很有名 就等他来 结果没想到他来的时候竟然带了一组记者 记者也出现了 那里长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记者 也不知道有没有要跟记者合照 就站在旁边看 结果这个吴一农就好像走到自己家里一样 然后记者就开始帮他拍照拍帅照 说今天是来吴一农来拜访里长 拜访里长拍照拍照拍照 拍完以后他就走了 那那里长他们就非常的生气说 怎么会第一次 就做了这么多年的里长 第一次碰到这种政治人物 然后带他去的议员 还一直不断的跟里长道歉 所以他是来摆拍的 对后来就不太敢再带他去接触基层了 因为他跟基层的这个距离真的好远 他是一个完全不接地气的人 好刚刚听到是徐晓鑫在分析吴一农 等一下9点钟我们的马德来了 马德是最了解吴一农的人 大家可以好好来听他分析一下 那现在这个民进党院缺了党主席嘛 赖清德现在确诊 所以他现在应该是预计在星期三的时候 他会去党中央登记 代理主席陈其迈说他一定会选务中立 只是蔡英文真的会让赖清德 就这样去当党主席 然后去选2024年的总统吗 恐怕没有这么容易 所以来我们来听听看 徐晓鑫他是怎么判断的 蔡英文对2024这一局到底有没有放弃 赖得初选之后 赖清德在此已经变成是 蔡英文的死对头 他还是愿意找赖清德做他的副手 这就是蔡英文他合纵连横的一个策略 可是他找了赖清德来当他的副手之后 他有放松对赖清德的警戒吗 没有他没有 据我所知他甚至一直都怀疑说 这个彭文正老师他们在打这个论文案 是不是这些你看 他们都是独派的嘛 以前的独派 是不是这件事根本就跟赖清德有关 如果赖清德选上总统 是不是会把我的论文公开出来 让大家看 担心啊 是 所以他可能甚至 我猜测他心里的想法是 赖清德当总统 比国民党当总统还糟糕 对他来说 他最心里不想让大家看到的 就是那个论文的真相 就要被翻出来了 对 所以他一直心里是觉得说 是不是就是赖清德在搞我 所以之前有一句话叫做捆龙所 经常是把赖清德这样捆住 甚至大家看到吗 今年的选举很有趣 所有的内阁 阁源 民进党 他们包括蔡英文每天在选举 就要赖清德去干嘛 他去帛琉钓鱼 他去帛琉钓鱼 也就是说最后整个民进党都输掉了 有人检讨赖清德吗 没有人检讨赖清德 他摇身一变变成现在民进党里面 最清新的人 没有受伤 没有被扣分 对 因为他都没什么去给人家站台 然后姿态也摆得很低 然后就是偶尔舌舌 他也没有什么真的是立下战功 但也因为这样没有受伤 因此现在表态选党魁之后 就连英系他们都没有人敢站出来 再去反对他 可是我讲了 蔡英文对于赖清德的警戒 是已经维持很久的一段时间 没有松懈 对 我不觉得英系他会放下 对赖清德的警戒 你要想现在他只是选个党魁而已 做民进党的主席 但是府院的权力还是牢牢的掌握在 蔡苏体制的手里 所以他是有能力能够去牵制 民进党的主席赖清德的 也就是以后民进党做得不好的时候 赖清德要背 就好比当年蔡英文找赖清德去做行政院长 那时候大家就说蔡英文会不会跋脚 因为赖清德可能会表现得比蔡英文还要好 结果最后发生什么事 以利益修所有的问题全部算总账 在赖清德身上把他赶走 最后赖清德就变成什么都没有 身世一落千丈 黑暗的时代仰望最稀微的光 12月10号周六晚上11点特应场 周日下午4点重播 让我们一起把真相传出去 快点购暖冬保养购开跑了 即日起到12月14号 精神热门养生保健 保暖用品 暖心美食商品 一次构足 让你从头到脚都暖乎乎 指定商品消费满额2999元 赠购物金200元 赶紧上网搜寻快点购 到暖冬保养专区挑选好商品 乐享好康不错过 来自菊岛的尊荣味蕾饗宴 澎湖浮蓬洗来灯 五星严选顶级海黄干贝XO酱 极致口感鲜甜海味 严选新鲜顶级海鲜 有肥美鲍鱼 新鲜大干贝 高档石斑鱼 密质独家配方 拌面拌拌入菜 都适合 一瓶在手 五星料理马上拥有 快点购独家组合热卖中 上网搜寻快点购 海黄干贝XO酱 美味送到家 早上的节目中 欢迎您去鎖定中天新闻 大家早安 我是马德林晨佑 看到很多朋友 持续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头 跟我打交呼 我要来跟大家点点名了 有看到李彩晶 看到盖瑞 还有Lofling 陈英泰 永宝安康 乔乔李大中 哈雷骑士 然后还有罗元 利达 早安 看到很多人都把马儿大军刷起来 请大家继续在我们中天新闻的聊天室来帮我们留言 而且记得帮我们按赞 还有分享连结出去 赶快找更多的朋友 今天下雨天 就是锁定中天新闻就对了 好我们这节新闻一开始 我们首先来看到大陆海关总署今年是以注册讯息不完整为理由 暂时禁止了一批台湾产品输入 而除了鱼水产加工品之外 9号又再度新增了酒类还有沙士等等的饮料 而对此时事评论员黄创夏 他就在脸书上面发文 他写出了这四行字 就是斑斑有石斑 餐餐配五载 下午有台皮 零税一高粱 这一文就被网友质疑 难道是在开酸 也有网友痛批 这个蔡政府真的是很没有骨气 而现在继石斑鱼之后 大陆再度的禁止一波台湾的水产品进口 甚至包括了台皮 黑松沙士 金车格马兰威士忌 这些水酒产品都被禁止了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痛批 蔡政府你现在到底有什么作为 还是说他们真的没有作为 就频频只会喊口号 而且这些口号都是抄过来的 之前这些水产品被禁止 蔡政府就说是突袭 然后陈吉仲说 要去找WTO申诉 苏贞昌就说什么 严厉谴责对岸的这种作为 这些口号之前都喊过了 怎么现在又再继续喊一样的口号呢 这些口号你喊了之后 还真的有什么实际的进展吗 跟WTO申诉的结果 到底到哪边了 所以台北市长柯文哲就直言 双方都在过招 症结点就在对岸的关系 网友也狂酸 之前是斑斑吃石斑 那现在岂不是 就要来一个爱国啤酒 民主啤酒 民主高粱 通通都给他喝起来吗 都变成是国军福利了吗 如果再多进几样的话 就可以办满汉全席 中国与行政策策的手段 来对贸易行为进行相关干预 不符合WTO相关的规范 在世界各国也是独有的做法 我们对于相关受到影响的业者 我们会尽全力来帮忙 尽量和中国相关单位 来争取 如果有不符合WTO的相关规范 我们也会寻相关管道申诉 那对于受影响的业者 政府一如过去 斑斑有啤酒 民主啤酒 民主高粱 民主沙士 这真的是国军福利 再多进几样 就能办一桌满汉全席了 政府一定会全力 来协助相关业者 政府的责任 不是只是在呼吁 政府是要解决问题 要从人民的角度出发 为什么日本可以 别国可以 赶快处理 能够面对这个问题 而中国政府除了 不排除像WTO申诉以外 我没有看到具体的作为 最后难道我们现在斑斑吃石斑 然后现在要斑斑吃花 斑斑吃秋刀 然后斑斑吃什么 来解决问题吗 这绝对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台湾出口的43% 还是到中国大陆 其实两边 明明交易额都这么大 每天都在构造 其实这样 你不要看那个农产品 那个事务项目被禁一大堆 相对整个出口额 其实它占的比例很小 这就这样 明白的讲 双方都还在构造 所以 不过这样 两岸关系长期来就不好 怎么去改善两岸关系 这是要思考一下的 其实现在目前这些 正确的讲解是少的不在 因为市场对金额最大的电子产品 现在都也没有在动 所以这只是双方关系不好 双方在过招 但是我觉得这不好 因为这样 我说台湾台下距离是固定的 但人心的距离是会变动 所以我相信 大陆也要思考一下 明明去年4月大陆就已经公布 就是这些产品必须要来注册 但是这两年 我们的政府到底在做什么 是不是完全都没有作为呢 那么对此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他就来说明了 他就说 这两年不是没有作为了 是这两年 我都有积极辅导业者注册申请吗 而且还设立了专线提供咨询 也都有主动询问来举办说明会 讲了一大堆好像 都很帮助这些业者 但是没有想到最后这一次 为什么会被禁止 还是由这些业者告诉政府的 告诉你食药署的 所以你说有掌握到通盘的这些状况 到底掌握到哪边呢 而且陈吉仲他还在脸书上面 提出了四点反驳 他就说中国的规定 其实各国都有向WTO提出意见 然后这些不合理的对待 他说对岸对台湾不合理的对待 台湾都配合这些规定 但是这一次是对岸 没有告知任何理由就直接暂停了 所以我们也要持续降低 不友善市场的依赖 他提出了这四点反驳 但是大家会相信吗 而现在行政院的政委罗炳成 也来补一刀 他就说只有我国必须要 以纸本来申请 其他国家都可以上网填报 好 请记住他讲这一句 只有我国必须要以纸本申请 这一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我们今天早上在这边 就要来跟国民党文权会的副主委 林嘉欣副主委 来为我们进行视讯连线 副主委早安 那我哪时候又变副主委 嘉欣老 一个农民 一个农民 是 是 您好 主委 农民我们来问一下 为什么罗炳成 他说只有我国必须要以纸本来申请 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其实以前两岸关系好的时候 我们只用我们电子党直接传过去 然后对岸一定会有相对应的公司 或者我们的贸易单位在那里 就协助我们去完成登记 那你说现在各国都这么友善 都用电子党就好 上完登记就好 那为什么台湾会走到这一步 需要纸本呢 那如果真的想谈 当然跟对岸想谈 用纸本人的方式过去 对口单位是谁 当然我们也可以作为沟通的一件好事 观看你怎么看待 所以我们行政院到现在 都是在认为说是对岸在打压我们 那我也不否认 这本来就是大陆对台的一种 一种友好措施 跟单方面受贿的行为 所以这个事情要求你把这些东西 这些规定一步一步来完成 你就认为他在歧视你台湾的话 我想这些 比如行政发言人到我们陈主委 有时候也太歧视自己 觉得台湾人太整样是很自卑吗 你台湾可以喊得这么大声 说我们要走出世界 那面对中国大会永远是那一句话 我们被打压 我们被欺辱 我们被欺负 我想农艺们朋友也是很无奈的 走到今天 我们牙医管道疫情 管葡萄的管道所谓海葡萄 我们一直在笑一件事 其实我们笑很久了 我们渔月署署长 本身就是在我们台中农改厂 是处理葡萄业务的 针对葡萄疫病跟种植 在专心研究的一个专家 他本身对渔月的部分 是一窍不通的事情 那这种渔月署署长干这么久 你觉得台湾的渔月发展 是会很健全的吗 反而这些渔月署一辈子苦干实干的 这些政务官永远无法出头 那陈吉仲 陈主委 我还是建议他 我还是往好的方面去看待 如果他的行为 他的能力 有办法去及时处理这些事情 反而是走向正常贸易阶段的话 不要再单方面的受贿 我们来建设跟地方说没话 或许是一个契机 受危机也是一个转机 那目前看来陈主委还是希望国人 能斑斑吃五花蜜吃起来 或者要用小朋友或者国君 去把这些市场内需撑起来 我想那是不切实际的 不要妄想 光是妄想就好 台湾有六成是需要外销出口的 而占比又八成在中国大陆 那这时候你是不是要调整这个市场 或者陈主委干脆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一句话就好 我们全台都来种店 我们鱼不养了 我们菜不种了 我们食品加工业都全部改为农地工厂 我们全部来种店响应国家政策 难道我们主委就只有这一招吗 还是说我们国家面对这些使兵长 这些农云民朋友 目前受到受挫的行为 你们都默不关心 你们整天还这些高官显觉 还在大口吃肉大口喝红酒 甚至每天出入高级招待所 我想这些官员到现在还不懂 农云民在恨什么 你们每天新闻上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些高官显学政要 每天是跟这些诈骗集团生大金主 在那里喝酒 在吃肉 在享受招待 我们农云民朋友 像今天这么冷 这种天气 一大早 一大早4点多 10几度的温度 我们要冒着风暗出门工作 到中午 接近30度的高温晒着我们的皮肤 我们做的是一碗飯而已 你农云会主委到底在干嘛 我相信我那一天 你跟好朋友讲一句话 只要演好笑也很可悲 原来台湾的农业发展 需要是中国共产党 竟然不是我们的执政党 这有听有好笑 又可悲又好笑 我们大半面依赖中国大陆 那你这些年6年的 从副主委干到主委了 你我们政府最喜欢讲超前部署 你超前部署了什么 我们只有更加的依赖中国大陆 而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这些年进口农产品 是比重越加越重 那台湾的农业呢 早晚是死路一条嘛 我很多农业 朋友我也要跟你说一句话 我们现在执政党 最可惡是在什么地方 你选举前忙着选举 没烦恼我们三四一年了 一年多的时间 你不去面对这些问题 那选举完了 你们在讨论德魁 甚至党主席 再烦恼2024 我要跟农业朋友很负责任的报告 赖清德就好 有一次专访我直接面对他 我就问他一句话 农与民 请这些农民需要草药叫巴拉义 你的态度是什么 赖清德副总统当面跟我讲 这都有录影 当面讲以他医生的立场 你要听到这种人 这些民政党关完 就以医生的角度 那我们是农与民 你骑到医生了 你加金湯是大一样的了 我不是了 他们不会去理解你们需要什么 老实讲就为了选票 是他需要的 虽然老实说 你在吃饭吃严 甚至三重在生活艱苦 甚至你们家选择 甚至你的小孩 可能都被诈骗机架抓去桃園 选择太刁 他们是默不关心的 这些政府最怕去 真的是默不关心这些庶民百姓的生死 我真的很可悲很可叹 到今年選舉 民進黨中南部選民也告訴你們 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就是你們民進黨在中南部 已經出現潰敗的狀況了 你們還不加以檢討 目前為止我看到就是對岸打壓 中共又在單方面的中斷貿易 這樣我要向WTO申訴主委 翁萊你要申訴 蓮霧你要申訴 Secure你要申訴 酒班你要申訴 現在你又要申訴 哪一次你申訴了 你連第一個送資料過去都沒有 連召開審查會議 導致你都沒有送資料過去 你要申訴什麼 你現在要叫我們頒頒喝啤酒嗎 還是要頒頒來喝高粱 我跟你說 我林佳馨不想當義和團 我對台灣啤酒也沒什麼好感 所以你也別叫我當義和團 這一套你會收起來 你們立法院 行政院 這是民進黨的高官選決 你們看你們要做你們去推銷 農委美朋友 你們要自立自強 總統跟你們說過了 主委現在就在表演這一套 你來酷一滴 如果民進黨政府真正說得難聽 連莫嫁嫁人家 所以我們剛剛特別聽到嘉欣哥 說現在這一些高官就是大魚大肉 完全就是沒有跟第一線的農民來接觸 才會講出說 只有台灣只能透過紙本申請 但我們實際的詢問嘉欣哥 根本不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的漁業署署長 他現在的身分是什麼 居然是一個葡萄專家 等於說你用一個沒有漁業專業的人 來掌管漁業署 然後現在爆出了這麼多的爭議 請問漁業署 請問中央政府到底在做什麼 陳吉仲每天都在那邊說 我要跟WTO申訴 結果到哪邊 然後現在嘉欣哥 是不是還傳出說 有更多的產品恐怕下一步 會再加以禁止 那這樣的話 農民是不是都剉了一旦 農民是不是都覺得 中央政府到底在做什麼 我想也不只有這幾家被禁止 人家還有一家通過 你去問他 他是資本還要往上申請 人家是網路上申請 人家定義人家過 那你中央到底在幹什麼 你自己清楚 那未來如果兩岸關係繼續這麼嚴峻 我相信犧牲總是都我們記載 這個大股 甚至這麼立法委員 每天還是一樣 紅酒照開 招待所照樣出入 對他們沒影響 所以艱苦一樣 是我們這些基層的老百姓 包括勞工朋友 這麼多年來我們今天走到這一步 我們通貨膨脹 甚至我們的生活越來越難 我們這些官員擔心人嗎 在意人嗎 你們現在環漏也是未來的2020權利的分配問題而已 這才最大的問題 每一次出事的 我們都要用意識形態去馬上立即對抗 有走到這一步 我跟他們說 都在做得來 也不怪誰 老實講我們就只能自立 自立更生來 靠都在 依靠這政府就像我講的 陳希弘說了很多話 那走到這一步 我只能這樣說 如果他真的為龍愚民朋友好 如果真的有到龍愚民朋友好 那他早早下台是最好的措施了 你知道跟我講說他講得多好聽 說得多好聽 像石斑魚 他開記者會說多好 賣了多少 我就請問一句就好 產地價格是多少 我在臉書問他們 產地價格是多少 這比以往高還比以往低 有沒有出現自銷的狀況 這主委自己清楚 那從葡萄 管大海葡萄 這種不專業的署長 還能在這個位置上擔任這麼久 難道不是你陳主委一手調教的嗎 就跟吳英寧當初狀況一樣 一個文青的學者作家 你把他提拔到北農總經理的位置上 你覺得適合嗎 你搞出一大堆農業的亂象 我最後一句話 講了這麼多都沒用 主委如果真的關心台灣 認真的召開記者會哽咽一下 我決定持續農委會主委的身分 我想這才是對農民最好的照顧 這六年來 他對農民農業做出最大的貢獻 就是離開農委會主委的位置 好 我們剛剛特別聽到 嘉欣哥有講到 農委會主委現在人到底在哪邊 也沒有聽到他要請辭 都已經爆出了這麼多的爭議 只能聽到他一直在喊口 但是也沒有辦法 實際的去幫助這些農漁民 甚至在傳出這些消息的時候 農委會還有這些食藥署 也不是第一手掌握狀況 都是這些企業來跟他們說的 所以不曉得現在陳吉仲 現在這些吳秀梅薛瑞遠 到底還在戀戰什麼 好 我們今天早上 非常謝謝嘉欣哥 跟我們的視訊連線 謝謝嘉欣哥 謝謝 辛苦了 辛苦了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政府 真的能夠加加油 能夠幫助到農漁民 那麼中國大陸 現在繼石斑魚 白帶魚 還有竹家魚之後 再度的吳玉瑾 暫停了多項台灣的產品輸入 那麼政府也在畫大餅說 那無法銷到大陸的話 那我們就賣網其他國家 我們要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 但這幾年政府做到了嗎 前立委蔡政委他就炮轟 蘇貞昌該要打耳光 還大三蘇貞昌應該要帶著陳吉仲 跟薛瑞遠到戲院門口 來烤魷魚促銷 這還比較有用 其實跟大陸申請的時候 不是只有一家申請 是好幾家一起申請 誰幫忙申請 不就是你食藥署幫忙申請嗎 你衛服務幫忙申請 你已經幫人家申請了 你怎麼會管他的時候 他不回覆你 他如果事先沒有跟你溝通的話 你怎麼申請 遞件給誰 你也不曉得 收件給誰 你怎麼會記 就表示你們早就有聯絡過了 既然你們有聯絡過 人家回不回 就早就回你了 你這是人家給你的資料 你也不看 告訴你我的截止期限 什麼說你不看 然後你現在在挖挖叫 說別人欺負你 該打耳光 該欺負你 你什麼衝 我倒是建立蘇貞昌 陳吉仲跟薛瑞遠帶隊 找一個戲院門口 在那邊烤魷魚 搞不好還促銷比較多一點 太荒唐了 你有什麼促銷全球的 你至少在那烤魷魚 保證上西岩天頭條 全世界都會注意到 我要買台灣的魷魚 我要買台灣的秋刀魚 說的話 真的很酷 發現真相 真的很酷 身上真意 真的很酷 傳遞善良 真的很酷 劇組邊界 真的很酷 這是我們一起正在做的事 在中天新聞網 CTINews.com 線上見 少了口罩作為你的第一層防護 隨之而來 你要面對的就是 空氣污染對你直接的影響 我平常真的很容易過敏 而且我的戲管真的比一般人都還要弱 易肺健加入了四種科學專利的成分 除了有超強保護能力的台灣專利 FO2小分子合藻糖膠之外 易肺健還加入了有日本專利製成的 洋蔥胡皮多酚 能夠有效抑制過敏發作 以及減輕呼吸道的症狀 以及專利魚心草 能夠強化調節體質 再加上專利青花菜萃取物 有效捕捉自由肌 增加身體的抗氧化能力 幫助打擊壞細胞的同時 也鞏固加強身體的自我防禦機制 可以說是抗氧化之王 易肺健四種專利科學植萃成分 對身體做到全方位照護 守護您以及家人的健康 脫下口罩也要做好自身防護 易肺健幫助你呼吸循環 全面進化 兩位醫師跟很多朋友 一早起來就鎖定中天新聞 大家早安看到了一個John Tom 他說陳佑被農農打臉 逃回當主持人 OK 完全沒有被打臉 我們看農農他自己都盜竊 這叫什麼樣子的打臉呢 你之後還是會看到 我出現在吳一農的場子的 好 我們繼續帶回來 看一下政治焦點 PL區桃園蒲園領航員隊 在昨天的時候 在桃園巨蛋的主場 來進行開幕首戰 面對來訪的新竹街口工程師隊 領航員上半場就火力全開 取得了29分的大幅領先 最終是以102比79的分數 擊退了新竹街口工程師 拿下了二連勝 不過在賽前 桃園市長鄭文燦 也特地現身到場支持 可是他卻在致辭的時候 一度口誤把籃球 講成了棒球 讓網友們全都傻眼 直呼你真的是別來蹭好嗎 所以針對這件事情 我們今天一早就要視訊連線到 我們的準台北市議員劉采薇 那麼針對這一件事情 OK 桃園市長鄭文燦 是不是又蹭過了頭呢 我們來聽采薇怎麼解釋 鄭文燦參加直籃的開幕致辭 結果把直籃說成是直棒 當然底下的網友 甚至是聽到的民眾 會覺得非常荒謬 怎麼會想說 這個政治人物到底為什麼會 走中走成這樣子 到底不知道他有沒有 就是在心思在致辭上面 我認為顯然是完全沒有心思在上面 他連他在參加職棒 還是直籃的開幕式都不知道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一 代表他根本完全不重視 他就是一個人型看板 把他放到那邊 然後就去做一個罐頭式的致辭 什麼罐頭式的致辭呢 那就是講一些廢話 然後講一些冠冕堂皇 助球員啊 有個號稱機啊 什麼等等的 他連打什麼球賽都不知道 第二呢 就是為什麼心不在意呢 是因為他現在全心全意的都在民進黨的鬥爭上面 而且甚至呢他非常不滿 現在幾乎已經沒有他的位置了 像蘇貞昌也戀戰這個格魁的位置 他也不下來 顯然也沒有正文在角色 再來的話 2024總統大選也他也被逼著 不得不支持賴清德一個人 所以我想他當時候呢 心不在意就是在想說那接下來他怎麼辦 他在民進黨當中已經毫無角色 毫無這個權力 好 那剛剛那個采薇說 鄭文燦是不是因為這個論文抄襲的風波過後 恐怕現在權力都沒了 所以原本他撲身很高要來角逐民進黨的黨魁 結果最後一個學位被撤銷之後 賴清德就探出頭來了 但是賴清德如果真的當上黨主席的話 他跟蔡英文之間的角力戰 就被解讀又是兩個太陽 但是這兩個太陽 一個是不是蓄日東升 一個已經夕陽余輝了呢 這件事情大家之後 應該可以慢慢看 會不會都比公鬥戲還要來得更精彩呢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到 剛剛這個網友說 我被吳怡農打臉 現在看起來應該是吳怡農打臉了自己 因為在昨天的時候 媒體就問到 吳怡農他否認 他這個踪跡遷移的部分 因為他在一次的接獎當中 特別的提到他說 願意犧牲總統專機 那這一件事情 大家就來問吳怡農 有沒有這一回事 那問完之後 沒有想到晚上 他們自己的競選辦公室 就發出了新聞稿 就是說吳怡農完全沒有講到 願意犧牲總統專機 符合最大人的利益的這一句話 結果這一句話一出來之後 又被大家來開始抓 所以當天晚上到底講了什麼 因為他們的禁總辦公室是說 這一句話 願意犧牲總統專機這一句話 是吳怡農重複現場民眾的提問 可是我們也實際的把這一段 整個的提問過程 都找出來給大家看 那我們就來看到 這邊有下面比較小的字 就是當天是民眾提問了兩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就是 松山機場是居民兩用的機場 那麼如果遷移走的話 軍用的部分請問您有什麼建議嗎 民眾的問題是這麼問的 當天吳怡農怎麼回答 他說我願意犧牲總統的專機 來贏得大家更好的生活 然後再講一下 發現好像怪怪的 他說國內的專機 總統飛到國際還是要去桃園 大家看完了這一整個提問了嗎 這一個整個的提問 在對上他們辦公室自己發出的聲明 請問民眾的提問 什麼時候有講到 願意犧牲總統專機這幾個字 完全都沒有講到 這個是吳怡農 他說他自己心中生出來的這些話 那這不就是你進總辦公室的新聞稿 自己打臉了嗎 那在晚間他們還二度發出了新聞稿 就把這個是吳怡農 再重複民眾提問的字句 全部都拿掉 但是這個翻車現場都留在 他們自己的媒體群租裡面 相信這件事情 今天下午吳怡農出面受訪的時候 也必須要講清楚 真的是希望他被問到的時候 不要再惱羞成怒 不要再嗆記者 畢竟他之前都已經道歉 所以他跟記者有這個良好的互動 那就不要再說別人是王宏威的發言人 好 那我們也繼續來看 新北市議員葉元芝他就在臉書貼文 不知道是受到什麼壓力 傍晚居然發新聞稿 否認吳怡農說願意犧牲 總統專機這件事情 後來也被發現是打臉 所以葉元芝他就很酸了 他說蔡英文你這麼疼愛吳怡農 結果吳怡農一剛剛被提名 就來批評蔡英文沒收初選 說這一次九合一選舉大敗 就是因為初選制度的崩壞 然後還進一步的說 呼籲黨中央必須要處理 黃成國的問題 結果黃成國什麼東西都沒有被告知 他就突然被吳怡農發文說 我要處理黃成國 這黃成國當然會不滿 吳子佳都這麼說的 然後葉元芝就說 現在你還要提出犧牲總統專機 蔡英文應該很後悔 以前這麼疼他 所以現在推一個小英男孩出來選 然後卻一直把炮口對準 小英總統對準他的前任黨主席 這個小英會看得下去嗎 我們來看一下羅志強他怎麼說 吳怡農他就是蔡英文的縮影 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他就說他再怎麼包裝 也無法把空心變成實心 所以選民遲早就會看穿到 民進黨的騙數 但是這一件事情 雖然說現在看起來 吳怡農應該都是被追著打的 而且真的是有太多的事情 包含了遷移松基這個議題 引發了這麼大的一個爭議 所以當然王鴻威也就以他 這麼多任議員的高度 來點評這一些時事 那這就意味著 王鴻威在這次的選政當中 就比較有勝算 就比較容易勝選嗎 我們來看一下學者曲照 想他是怎麼分析 他就說到了投票前的倒數時刻 民進黨的危機感會越來越高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危機感呢 主要就是因為這一次 九合一選舉的大敗 真的是讓民進黨大敗 那會不會因為這一場 立委補選打到最後 反倒是激出了這些 綠營的基本盤的支持者 清朝而出來投票呢 反觀國民黨的支持者 可能會覺得這個情勢滿樂觀的 就不會積極出門來投票 所以這一件事情 危機感的部分 是不是會左右到這一次 立委補選的選情 這個也是現在必須要來關注的 但是我們再來回到 這個吳一農 他發新聞稿 自己打臉的部分 什麼願意犧牲總統專機 結果後來根本就不是 重複這一些民眾的提問 是吳一農自己口中講出來的嗎 那吳一農現在是在說謊嗎 我們再把時間交給彩薇 其實我們這幾天可以看到 吳一農他不只是草包農而有 他甚至現在已經是個說謊農 為什麼是說謊農呢 他在這幾天有一個接獎的活動 那就有民眾問到說 這個松山機場是軍用合一的一個機場 也就是軍民兩用的機場 那既然吳一農是國安專家的話 那我針對這個軍用機場的測離 那軍用的部分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結果吳一農完全沒有針對這個問題 去提出任何的解放任何的規劃 反而是亂扯瞎扯總統蔡英文的專機 他說他願意犧牲總統蔡英文的專機 然後來做進行其他的規劃 但問題是這位民眾問的是軍用機場撤離之後 那麼首都的一些備戰 如果戰時需要有一些軍用的用途的話 那該怎麼辦 那過去吳一農都說他是國安專家 但是顯然他完全沒有針對這個問題 有任何的規劃有任何的想法 那麼整個議題發酵之後呢 他甚至還說是針對民眾的問題去做回答 但是從影片可以明顯的看得出來 民眾根本沒有問他願不願意犧牲 這個總統的專機 然後來遷見松山機場 而且呢在整個議題出來之後 顯然吳一農是完全沒有跟總統府高層 完全沒有跟國防部有進行任何的討論 在整個議題發酵之後呢 他也馬上發這個新聞稿澄清他不是這個意思 甚至還否認然後把整個問題都丟在民眾身上 都說是民眾問這個問題 所以他才會這樣的回答 但是民眾根本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才會說他是這個說謊農的部分 那其實現在很多人擔心說 這個吳一農跟王宏威爾兩個越吵 然後讓他們的聲量越高 很有可能會積出綠營的整體投票率 但其實我是這樣子認為 因為補選呢他的投票率一定不會高 補選其實最後看的就是兩黨的動員力 還有兩黨的基本盤 那麼其實已在台北是尤其我們中山跟北松山區 國民黨的動員力跟國民黨的基本盤都不會低 大家還記得在這個前幾個月的時候 蔣萬在中山區有辦一場後援會的成立大會 當時候呢我們其實原本沒有邀請到一千多個人 這麼的多 但是當時候因為中山區是蔣萬的本命區 所以來了超過一千多個人 所以也讓整個餐廳幾個水泄不通 這就是蔣萬在中山區 他的整個動員力跟他的支持度 所以其實我認為 吳一農跟這個王宏威爾兩個互吵 包含黑道的議題等等的 其實並不會讓這個民進黨的投票率高 反而其實是讓大家看到王宏威整體的戰力 然後出門投下他一票 所以其實我認為這個國民黨的支持者 不用太過擔心 反而就是堅定投票 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所以要提醒選民還是得要發揮自己的公民權 在補選的時候有投票通知單的話 就要記得出去投票 而至於吳一農呢 在這個牽線松機的議題 現在還是沒有辦法講清楚 所以對手王宏威也非常酸 就請他去跟國防部長邱國正來聊聊 也藉此讓邱國正認識吳一農到底是誰 好 繼續我們要持續再帶回來看到 大陸禁止台灣出口的產品現在是越來越多了 而且還禁止了台酒以及台皮 可是有一間不受到影響 為什麼 這是馬祖酒廠就沒有受到影響 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再回來看在2022年的8月 就是今年8月的時候 大陸就以台灣企業註冊訊息不完備為由 暫停了2000多項的台灣企業產品進口 但是這件事情政府信誓旦旦的說 我要來輔導業者盡快補件完成註冊 這個是政府信誓旦旦的給了這些業者承諾 打了這一些包票 但是我們最後面所看到的結果是什麼 在12月9號 大陸在禁止金門的高粱還有台皮進口 所以跟前面說的輔導業者 要完成註冊 這根本就是兩回事 請問蔡政府還是活在你的平行時空嗎 我們來看到針對這件事情 金九公司怎麼回 他說目前只知道文件要更新 但是無從打聽為何卡關 也不知道到底要補什麼文件 那麼金門縣長當選人陳富海就說 將會跟陸方直接溝通了解卡關的問題 居然是地方要直接跟陸方來溝通 請問我們的中央政府在哪邊 中央政府一再的說 就要跟兩岸恢復的這種對話 能夠有一種比較和平的對話 但是我們現在似乎都沒有看到 政府實際的作為 我們剛剛有提到為什麼 馬祖酒廠這一次不受影響 我們看到馬祖酒廠的解釋 他就說8月和這一次的兩波禁令 主要都是在8月的時候 馬祖酒廠就有按期補件給陸方 包括了原物料的成分分析表 還有危險品的解釋書等等 這些都有提交到陸方 因此在這一次這兩波的狀況裡頭 他們都沒有受到波及 所以這兩個的狀況是有不一樣的 因為馬祖酒廠都有按期補件 好 那現在針對這件事情 我們的金門女戰神 國民黨的立委陳玉珍她怎麼說呢 她就說現在應該就是陸方 過去讓利的空間都消失了 現在一切的就是來照張辦事 那麼如果政府做不到 或者是不想做的話 其他產品陳玉珍可能沒有辦法 但是針對金門高樑的部分 她會想辦法主動找陸方來協商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是怎麼樣 中央政府都躺平嗎 居然都是要靠明代來跟陸方溝通 那這件事情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了 所以我們來看到網友就說 藍營的明代和首長直接登陸找陸方 蔡政府只能透過電子郵件隔空抓藥嗎 然後還有網友就說 抗中保台的下場就是到最後都被已讀不回 反倒讓農於民的生活變得更加的慘淡 好 這個是民進黨政府 希望看到抗中保台的結果嗎 那麼針對這一次整個金酒台皮跟馬祖酒廠 他們這幾個為什麼會有這種不同的差別出現呢 我們現在再把時間交給采薇來為我們分析 中國大陸因為它有新的規範新的設施 所以呢現在陸續禁止我們的水產 漁產啊等等的進入中國大陸 那其中也包含了我們的金門高粱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金門高粱是我們金門的命脈 對金門來說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此呢這一次其實大家都非常關注這件事情 那麼其實我們回頭來看金門高粱禁止外銷到中國大陸 其實不是單一事件 因為過去我們也發生過石斑魚的事件 那麼當初政府可以說 斑斑吃石斑來救我們的石斑魚民 但這一次可以斑斑喝高粱嗎 是完全不可以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回過頭來研究它根本根本性的問題 根本性的問題是什麼 牽扯到的就是兩岸問題 為什麼這一次金門高粱會出現問題呢 那就是因為標示性國籍的問題 那麼為什麼馬祖高粱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是因為金門高粱當中呢它會有古道 那麼古道喔它有時候就會標示進去中華民國生產 那麼過去其實也是有這樣的東西 也是有這樣的狀況 那為什麼過去我們的金門高粱甚至過去之前 很多的水產漁產都可以順利的進入到中國大陸呢 其實就是在於創造性這個空間 有沒有一個創造性的一個彈性空間的問題 也就是說過去或許我們兩岸時候比較和平的時候呢 那麼中國大陸對於我們這個標籤它的管制沒有這麼的嚴格 可是現在中國大陸也是因太當道 自然而然又在我們現在兩岸非常緊繃的狀況之下 這個創造性的彈性空間自然就沒有了 但是沒有的狀況之下其實最慘的被犧牲的是什麼呢 被犧牲的是我們的漁民農民 真的還有非常非常多的商人等等的 所以我認為最好的辦法還是回歸到兩岸和平 而且還是回歸到我們雙方的政府是不是應該要坐下來好好談 而顯然現在看起來執政黨是沒有辦法坐下來好好談 所以包含在野黨像我們的國民黨金門的立委陳玉珍呢 他也說過如果有機會的話 他是願意可以去跟雙方好好坐下來談的 因為金門高粱就是金門的命脈 那不只是金門高粱 其實很多的水產還有漁產農產等等 都是我們農漁民的命脈 沒有一項是不重要的 所以我認為不只是我們的立委 而是整個蔡政府你應該要好好重視這件事情 不只是要派人去處理相關的問題 甚至是也要考慮是不是雙方要坐下來好好談 好 蔡政府真的不知道有沒有考慮要好好談 反正蔡政府應該一貫的認知就是 我沒有辦法好好談的話 那我就請大家 大家一起來喝高粱 大家一起來吃魷魚 大家一起來吃五仔魚 把這些東西都吃好吃滿 但是我們真的有這麼大的肚子 能夠容得下這麼多的東西嗎 非常感謝有這麼多的網友在線上 看到黃泉民 巧巧還有熊慧生 文曉 大家早安 請大家來到了我們聊天室的時候 記得幫我們按讚 同時把這個連結分享出去 我們一起來聊聊新聞 好 我們繼續來看回來 副總統賴清德 他表態要參加民進黨的黨魁補選 被外界認為是在為他2024的總統大選來鋪路 而新北市長侯友宜則是被視為是 國民黨問頂大衛的熱門人選 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嘉就大膽預測 前副總統陳建仁 2024這一局是已經出局了 因此民怨才是賴清德未來要解決的問題 如果不能化解民怨的話 2024恐怕還是會敗選 你看到國民黨侯友宜只拿到62.9 然後民進黨支持賴清德拿到81.1 換言之長兩個差不多18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侯友宜當出現柯文哲出來鬧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他只拿到國民黨62 他拿不滿 如果侯友宜可以拿到民進黨的滿到八成的話 侯友宜就會贏了 可是今天如果三角都的情況出來的話 我們已經發現一個事情 就是柯文哲成事不足 敗事有餘 當然有用這張政黨的民調來看的話 政黨支持度來看的話 就可以有點像今年的台北市的放大版 台北市放大版什麼版呢 就是黃珊珊確實可以拿到一些所謂的民眾黨 或是說拿到泛南軍的票 那我們用這個講簡單 最後的結果一定是藍綠對決 民眾黨的柯文哲把侯友宜的票拉掉了 所以柯文哲只要一出現的話 在國民黨的本命區就會被柯文哲拉動一部分 這是一個非常具體的一個現象 但是選情到最後一個月到兩個月 打到最後的情況之下不會出現這個情況 我覺得柯文哲最後會被棄保 因為跟這次的情況一樣 因為在總統一定會產生棄保的現象 但是所以因此侯友宜的問題就是說 他如何能夠解決柯文哲的問題 他如何能夠集中拿到藍軍的全部的支持 那可是這個就是在賴清德來講 毫無懸念 綠軍全部支持 已經目前這個樣子 少了口罩作為你的第一層防護 隨之而來你要面對的就是空氣污染 對你直接的影響 我平常真的很容易過敏 而且我的氣管真的比一般人都還要弱 易肺健加入了四種科學專利的成分 除了有超強保護能力的台灣專利FO2小分子核藻糖膠之外 易肺健還加入了有日本專利製成的洋蔥胡皮多酚 能夠有效抑制過敏發作以及減輕呼吸道的症狀 以及專利魚心草能夠強化調節體質 再加上專利青花菜萃取物 有效捕捉自由肌 增加身體的抗氧化能力 幫助打擊壞細胞的同時 也鞏固加強身體的自我防禦機制 可以說是抗氧化之王 易肺健四種專利科學植萃成分 對身體做到全方位照護 守護您以及家人的健康 脫下口罩也要做好自身防護 易肺健幫助你呼吸循環全面進化 全球華人接著下載 時事掌握 無遠復界 世界在走 翻爆要有 您可以更省錢也更方便 趕快免費下載翻爆APP 傳統報紙數位閱讀 中國時報 旺報 工商時報 不花一毛錢 一記在手 三份報紙一手掌握 這裡帶您搶先體驗 下載之後開啟翻爆APP 如果要看的是中國時報 點下去 想看哪一版左右滑就能找到 想看哪篇文章 直接點擊版面 就會出現完整報道 左葉華 就能看到上一則或下一則新聞 如果想查詢之前的舊報紙或報道 來點擊右上方的這個月理圖案 選擇日期 立馬出現當天的舊報紙 還有很多人喜歡簡報 翻爆APP 貼心提供這個便捷功能 在新聞右上角有個小剪刀圖示 點下去可以把整篇文章 連同原始排版都儲存在手機 非常方便 另外想調整字體大小 想分享某篇新聞給LINE或微信 或臉書的好朋友 都能一鍵搞定 翻爆APP免費讀報的第一神器 特別推薦給您 嗨 大家早安 風光小姐姐 張介凡 帶大家來關心世界盃足球賽了 這是誰 這是C羅 好悲情好悲情 羅太太們可能都傷心了 因為她已經要正式跟世界盃告別了 畢竟她已經踢了很多季 而且年紀也大了 那今天又輸球了 所以我們就只有跟她說 珍重再見 等一下馬德拜託你不要唱那個千里 千里之外 好 這個世界盃足球賽 葡萄牙真的是 也算是爆了門了 0比1不敵摩洛哥 無緣晉級4強 可以看到的是個C羅 他五屆的世界盃旅程也畫下了句點 賽後忍不住落淚 比賽結束的瞬間 就像剛剛看到一樣 C羅就跪在球場上了 眼眶也紅了 那她是第一個離開球場的球員 連跟球迷打招呼都不願意了 然後媒體也拍攝到 她在經過選手通道的時候 根本已經忍不住了 這個淚水都多框而出了 走向休息室的時候 就直接雙手掩面落淚 但是其實C羅已經連去兩場比賽 都是補板凳上場 所以她並不是這個先發 葡萄牙的總教練 桑托斯賽後也表示 她並不後悔沒有讓C羅先發 那為什麼呢 因為C羅狀況其實在這一屆的出賽 真的是並不好 今年她已經37歲了 她從2003年加入了葡萄牙的國家隊 所以到今天為止代表葡萄牙一共出賽了196場 踢進了118球 她這次界盃出賽了22場 踢進了8球 不過這8球都是在小組賽踢進的 完全沒有在淘汰賽的階段進過球 這也是她非常遺憾的一個紀錄了 不過我相信接下來C羅應該還是會繼續她的這個職業生涯 那喜歡她的球迷應該還是可以繼續看到她踢球的這個英姿的 好 再來就是英法大戰了 法國隊今天清晨在八強賽當中是以2比1 顯勝了我的英格蘭 我以為英格蘭會贏 英格蘭真的是已經7次跟這個八強賽擦身而過 都是沒有辦法拿到4強的門票 這次是法國隊拿下了最後一張4強賽的門票 法國隊真的好厲害喔 因為通常都有這個衛冕軍魔咒 就是上一屆的冠軍大概在小組賽的時候一定就會被淘汰 沒想到法國這次一路挺進進了4強 所以法國在巴黎這邊民眾狂歡 結果擦槍走火發生警民衝突有沒有這麼離譜 一起來看這個比賽之後巴黎現場的畫面 音樂 馬上 好 其實這畫面也是滿違和的 這個巴黎住民的地標凱旋門 周邊的香榭里舌大道上 擠滿了上街慶祝的民眾 那當然大家就不斷的釋放煙火 駕駛也按喇叭一起在這個狂歡 但是這個時候就有人 趁機砸破了店家的玻璃 甚至在街頭縱火 所以警方為了控制秩序 就發射了催淚彈來驅離民眾 當然也逮捕了一些姿勢的民眾 這場巴黎市中心出現了 這個慶祝的煙火 以及催淚瓦斯一同出現的 一個怪異罕見的場面 這個是在巴黎 因為法國挺進了八強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看 這個四強賽的賽程表了 因為比賽越來越少 大家就一場都不能錯過了 好 接下來呢 在12月的14號 星期三 因為明天星期一 星期二 要先暫時休兵一下 畢竟進入四強賽 這個球隊要重新的整理一下 不管是你的比賽的相關的一些資源 還有你的球員的狀態 還有你的戰略 可能都需要好好地來計劃一下 所以有兩天的休兵 到了14號 星期三 凌晨三點的時候 阿根廷要踢克羅 埃西亞了 那阿根廷這一次 一開始走得有點跌跌撞撞 大家很擔心 但是呢 大家很開心 梅西還在 那幾位老將 你剛剛看到 希羅也拜拜了 內瑪爾也拜拜了 然後 現在只剩下 梅西還在了 梅西要踢克羅 埃西亞 可是克羅 埃西亞其實是 去年 不是去年啦 上一屆 上一屆的亞軍 所以實力也不容小覷 這個是阿根廷要對戰克羅 埃西亞 接下來到了12月15號的凌晨的時候 就是法國要踢摩洛格了 摩洛格是這個世界盃足球賽 有史以來 第一支可以說是非洲國家 同時也是這個阿拉伯世界的國家 踢近四強的球隊 所以這一次他是一批大黑馬 那法國當然是傳統的強隊 而且他們當然也希望能夠二連勝 因為他們上一屆拿到的是冠軍 所以法國對摩洛格這看起來 也是難以預測 總之我相信這個等一下 到了下午的時候 我們的錯別字應該要重新開盤了 因為看起來跟我們原先的運測 好像都不太一樣了 所以接下來這兩場比賽 要爭取的就是冠亞軍了 這兩場比賽 贏的兩支隊伍就會是冠軍賽 輸的兩支隊伍就會來打季軍賽 所以接下來星期三 星期四這兩天 大家又有的忙了 明後兩天先休息一下 整理一下心情 要哭的 要笑的 大家整理一下心情好好睡一覺 接下來星期三 星期四 我們就要迎接的是卡達的四強賽了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世界杯足球賽的特報 然後我要把時間交還給馬德 不准唱歌 好 謝謝風風小姐姐來幫我們講一下 這個世主接下來的賽程 當然他說下午那個錯別字又要來爆名牌 不知道是名牌還是名牌 錯別字爆的怎麼都這樣子 跟大家講請跟錯別字對著下 對著下你可能就會拿到比較高的賠率好不好 好 然後有網友問我說我覺得誰會贏 我真的覺得摩洛哥好不好 我從克羅埃西亞轉成摩洛哥 好 大家來試試看 我來看我預言準不準 我今天就要去買摩洛哥 好 繼續我們要再回來看到 桃園主委的遊艇碼頭變成沉默碼頭 現在已經殘破不堪了 桃園農業局就回覆說明 新碼頭因為海水碰撞造成了損壞 還在保固期就不用擔心 但是這樣子能夠讓人消除亂花公堂的疑慮嗎 民間特徵組的團隊和桃園市議員詹江村就直擊 對照新舊碼頭的樣貌 舊碼頭雖然舊褪色 但是十年了還能夠堪用 但是新碼頭卻只看到一根根的柱子 碼頭呢 消失了嗎 還是成了呢 六月才剛開幕 馬上就要維修 真的非常的諷刺 上一次我們有幫大家接避 一次避案 我不能說直接是避 因為這個桃園市政府也有 希望我們要更正一下 怎麼更正呢 好 我們現在讓大家來前情回顧一下 並且已經有很多人給我們建議 就是說這個新的遊艇碼頭 這樣的工程 工法是不對的 那我們就跟舊的比一比 舊的到現在超過十年都還好好的 只是看起來舊一點 但新的才啟用每多久 現在都已經殘破不堪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實地走訪的一片 斷開連結 他太陌生那麼盛大 那些變成沉默碼頭 他沒有再來講一下 這些混泥土碎片 你看 風一吹 這醒鼻涕黏上去了 這個都歪掉了 哇塞 對耶 難怪會沉下去嘛 他就載浮載沉的 農業局講法就是說 保固旗 那保固旗裝下去以後 如果將來過的保固旗 有大風大浪 那怎麼辦 對啊 這事太俯視了 這邊足為漁港 漁樂漁船碼頭 只是換另外一套說法 保固旗 過的保固旗呢 到底是工法有問題 設計有問題 還是材料有問題 你要必須向社會大眾說明 是 兩億的工程 就兩億的工程 兩億多 只剩下思意跟回憶 沒有一個一個的注釋 完全不堪用 好 在今年六月 風光開幕的時候 各媒體是非常盛大的報導喔 不過今天 桃園市農業局來含澄清 他說這個 竹圍漁港遊艇碼頭 是107年12月開工 110年3月完工 那這個工程是經過公開招標 是選最低標 總金額是一億八千九百餘萬元 不是限制性招標 就是在這個 對我們講兩億好像有點意見 但這有什麼差別呢 民眾要看的是你解決問題的能力 是 兩億對 人家四捨五入 一點點差距 一億八千九百萬跟兩億差多少 沒有差多少 重點是我覺得這很怪 這跟林志堅當時被說 新竹棒球場的問題是一樣的 你怎麼會這完全氣弱呢 你一開始說你看 他們沒有好好的施工 我一定要根據合約來追究廠商的責任 我把告到死對不對 你完全沒有力氣 你只有說 沒有農業局說這個在保固期內 大家放心 是嗎 你要怎麼解決問題 這才是重要的 這是不是也可以從這邊看到 鄭文燦他現在 雖然桃園市長卸任 但是他現在論文的事件 好像也火燒眉頭 其實我覺得他也不用再去提起火了 申訴了 應該自己就自認 而且聽說這個抄襲的%數不是30% 我聽學院說可能到40%這種程度 等於半本都在抄 那你不應該自己下台嗎 就不要再重振了 這時候最重要的東西就是誠信 你如果失去了誠信的價值 你還剩什麼東西呢 是 這個部分我們真的是 不要說別人都趕不上台灣 我們真的趕不上英國 趕不上德國 趕不上美國 真的蠻諷刺的 好 剛剛有網友說 這個瘋瘋瘋小小姐說 不能唱歌是不是太兇了 但我覺得今天有一個魄力 必須要唱歌 因為今天是辮姊妹的生日 祝辮姊妹生日快樂 祝辮姊妹生日快樂 好 我們一起來聊天室刷一排 祝辮姊妹生日快樂 我會截圖給她看的 好 繼續我們要來看到 快點購推出了雙十二的 年終大回饋活動 即日起到12月14號 購買水神生成機的話 雙十二特價值要33900元 等於說一台立刻省下了6000元 全網最便宜 現在就可以把水神生成機 加入到購物車帶回家 另外還有一個雙十二的回饋好康 就是你如果上快點購買水神 霧化器系列的話 除了原來送的桶裝抗菌液之外 還加值回饋 再送你四瓶500毫升的水神抗菌液 今年冬天一定要好好保護自己 也要好好保護全家人 旺旺水神生成機 就可以給大家最大的支持 也請大家儘快來到快點購來下單 搶好康 也可以輸入CTI587 我怕氣 把這個水神生成機給帶回家了 好 這一節新聞最後 我們要來看到 台中市政府首創了 2022台中好田的活動 打造了甜品之都在台中的城市印象 那麼也特地規劃在12月10號 以及11號在市民廣場舉辦特色市集 打蛋豬套圈圈現場宛如小型遊樂園 大朋友小朋友玩得不亦樂乎 玩累了還有各式各樣美味甜品等你品嘗 得獎的廠商還有一些很有名的廠商 都來我們台中市民公園這邊 來做兩天的展授 那台中市甜品之都 那盧市長呢 為了推廣我們台中的以田為主的美食 我們特別在暑假的期間 辦理的冰品甜品還有糕餅的 這樣的一個競賽 最後評選了這個三大項 特別集合在我們市民的廣場 邀請我們市民 一起來品嘗我們台中的美食 台中市政府首創2022台中好田活動 吸引186家業者報名競賽 台中市政府會及特色甜品 及競賽優勝者等30家業者擺探 除了讓民眾再次感受得獎甜品外 同時增加業者行銷機會 疫情對糕餅業特別是伴手禮業 影響非常的大 那我們也感謝市政府 就是不斷的來刺激辦理活動 把台中的糕餅甜點甜品 只要是能吃的好吃的 把它選拔出來 來呈現給民眾 來享受台中最好吃的這些甜品 打造甜品之都在台中城市意向成功引起話題 除了百年風華的高餅產業 台中甜品 飲品 冰品所形成的甜產業 已經朝向多元發展 透過這次競賽也讓許多新創店家打響知名度 吸引外地遊客來台中吃片好田店家 利用聖誕節前夕再次舉辦市集活動 讓天使愛好者走一趟市集 以次滿足味蕾 胡朋飲伴一起到台中市民廣場 胡朋飲伴一起到台中市民廣場 享受好田 天假日 這裡成員帶據台中採訪報道 加強口腔清潔就交給水神漱口水 水神漱口水獲得SNQ國家品質標章認證 輔助清潔牙縫經的死角 維持口腔健康 預防牙周病發生率 快點購也將組合熱銷中 請上網搜尋快點購 2023迎上解封年 中天原創品牌Keep Going 推出解封紀念版口罩 總共六款 一抹藍 連點藍 雲端藍 中天粉 天天天藍 海水正藍 擁有它當作別具意義的紀念收藏 在您需要戴口罩保護健康的場合 它也能保護您 並能讓您展現2023年清新的個人風格 中天Keep Going解封紀念版口罩 附有Keep Going口罩袋 方便您收藏或攜帶 先量上架 手刀要快 請上快點購 數位中介法會不會捲土重來 很多人開始在問 中天關台滿兩年 你知道兩年來有些新聞 在電視新聞台和綠媒 通通看不到嗎 誰謀殺了言論自由 真相大白系列專題 記錄最黑暗的時代 仰望最稀微的光 12月10號 週六晚上11點特映場 週日下午4點重播 讓我們一起把真相傳出去 各位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上午10點鐘 中天整點新聞 我是何慧榮 邀請大家幫我們動動手指頭 請大家在YouTube來搜尋 中天新聞 就可以順利的找到 我們現在所在的子頻道 當然也邀請大家 如果手邊方便 可以幫我們同步雙開 中天電視頻道 以及還有很重要的 就是中天新聞網 ctinews.com 也請大家可以多多的 從上面來瀏覽新聞 新聞的一開始 等一下我們再來 跟大家點點名 新聞的一開始 我們現在關注到社會焦點 在今天凌晨的時候 新北市板橋的新北市農會 酒樓突然發生了火警 疑似是電線走火才會釀貨 另外在瑞芳警分局 昨天晚上也傳出火警意外 現場農煙密布 警銷出動的大批人力 緊急來滅火 根據我們的內容 我們連線給記者王雲廷